嗨 各位豆粉们你们好 不论你是红豆绿豆大红豆 我会指好你的青猪豆 又要来谈谈豆疤治疗 你要在乎那个小小的凹洞之外 你还要在乎什么问题 让你的豆疤治疗再提升 很多有豆疤的病人 他们通通都是豆豆肌肤 他们会去想象说 我脸上如果没有这凹洞 皮肤会看起来好很多 真的没有病人想象中的这么简单 为什么呢 其实跟这个病人 他们原先的肤质是很有关系的 会长凹派的病人 请问一下他是什么样子的肤质 他一定是豆豆肌 他一定是油性肌肤 其实他都有种种各种不同 油性肌肤的表象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不能只光治疗凹派 这些也一定要治疗 才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我们先来看这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她来的时候 她跟我讲说 她的两侧有很严重的痘疤 然后我看了一下 我也同意她的说法 她的确是严重的痘疤 我们怎么定义她是严重的痘疤 就是因为她很深 然后她数量很多 然后她范围很广 我们就帮她做了真皮移植 因为我认为可能雷射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 长出我们想要的组织出来 所以我先帮她做了真皮移植 不平整 但是这个术前术后 这个我自己给自己打分数 我应该有把它改善了七八成了 七八成对一个痘疤治疗 其实是相当多的 好 可是呢 我们在做一个病人治疗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这个病人她是油性肌肤 所以我们来看看 她原始的皮肤状况是怎么样 她的原始的皮肤状况呢 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油性肌肤 她有很油的皮肤的出油量 然后所以她毛孔很大 然后因为皮肤很油 所以她长出了众多的乳型蛮虫 所以她皮肤是暗的 是黄的 然后她也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去角质 她也不会使用A酸A醇A醇 所以她的每一个毛孔 她通通都被一些粉刺啊 老费角质通通都堵住了 所以你看 你光看她的额头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小不平整 我们把她的术后 披在她的术前 你会觉得她改善了吗 病人一定还是会感觉到 她有改善 但是他们就会直接说 有啦我觉得豆八有改善啊 但是她不满意 为什么 是因为她的整体的皮肤没有改善 所以豆八这几个洞 在这整个范围里面这样子两坨 她改善了一些 嗯 她还是觉得不够满意 好 那我们来看看她真正的术后的照片 好 我把她豆八治疗好了 然后我把她的皮肤改成 比较中性的皮肤 我们靠吃口肤A酸嘛 我们靠擦正确的保养品嘛 擦正确的药品 把乳型满充杀掉了 你看这个术前术后的光亮度 她的皮肤的颜色 她的毛孔的感觉 毛孔一定都在哦 因为这是油性肌肤 那还有她的皮肤的那个脏脏的那个感觉 完全不见了 她变成平滑 变成健康的皮肤 那请问一下这个病人她是不是会很高兴 藉由刚刚看这个女孩子的案例呢 我们治疗豆八其实千万不要忘了 整体的你的整个脸的那个问题 因为一个会长豆八的皮肤 它其实underline的皮肤也出了一堆的问题 那这些东西它都会去影响到 我们今天做了豆八治疗之后的那个视觉的感觉 那这些东西其实说简单也很简单 然后说难也很难 就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病人回家要做事情 不能只来医美征所 或是只来治疗型征所 就打打雷射 那全部交给医生就好了 特别是有一种病人想要做豆八治疗 拜托你一定要听这个 如果你今天你的豆八非常的少量 可能在整片面积里面 它有几颗比较严重的 然后或是它只有在某一区 我常常看到病人可能他们这一区里面 可能只有一个50元硬币大小 局部局部的有一些豆八的问题 这些病人 你当然就是我们局部打一些雷射 效果当然是很好的 你一定要看到你皮肤其他的位置 如果你今天你皮肤有 我刚刚讲的什么乳型蠻虫啊 就浓泡啊粉刺啊 然后油脂分泌过度旺盛老废脂 这些拜托你一定要治疗 然后其中一个因为万恶根源在于油 油脂一定要受控制 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吃口笛酸也没关系 那你就多差一点A酸A除了一群 它会至少帮助你一些些吧 好 这一颗大洞洞 我们用真皮椅子把它弄到几乎都平掉 然后我们也用雷射用酸去把它做治疗 这个平整我相信也是超过七八成 把这一块移到这边来 这个病啊 你还是会觉得他的皮肤好很多 理由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见数也要见顶 看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这些额头上面有这些红点点 它就是乱乱的 它除了痘疤之外 还有这颗大洞洞会吸引我们的目光之外 这些红点点啊 皮肤这个暗沉的清晰 然后这边这个皮肤不光滑的清晰 其实一定都会吸引目光 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皮肤是脏脏的 那这个病人他当然回家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医生做他自己的事情 可是病人也一定要做他自己的事情 如果好 你现在已经决定你要来做痘疤治疗了 你在治疗痘疤之前呢 你一定要给大家稍微洗脑一下 它不是只有单单打雷射这么简单而已 你回家一定还是要做一些事情 才能辅助这个痘疤治疗 再做更多的提升 第一好就是当然就是这个痘疤 这个非常非常小的东西 然后我们要让他好一半 或是好一半以上 这当然是靠雷射 这个部分呢你就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做治疗 这个你就不要太过于担心了 那按照治疗计划 每两个月去做一次治疗 每个月做一次治疗 做了三四次 然后就会获得很多的改善 但是回家呢很多事情 你这位病人你就要做了 因为你是油性肌肤 你就要知道如何保养 然后这个我已经就老生常谈的 过往的这些油性肌肤的保养 拜托你把它翻出来看 油脂控制吃口腐黑酸 然后好好的清洁 早晚都要洗脸 你是油性肌肤嘛 那第三个 你要看看你自己有没有乳性蛮虫 有乳性蛮虫一定要杀掉 因为这样子皮肤会从那个 蜡黄暗沉的皮肤 变到健康透亮的皮肤 那第四个就是去角质 去角质不论是果酸 水洋酸 杏仁酸 磨砂膏 这些东西 然后你看你皮肤可以承受多少 你就用多少 然后第五个协助痘疤治疗 我很建议很建议 病人擦A酸 或是很浓很浓的A醇 OK 那这样子搭配雷射下来 你除了得到痘疤治疗之外 你还会得到一个肤质改善 那这个真的不出两三个月 好 周遭的朋友都会发现 你的皮肤完全就是变了 你会不会觉得说 有时候就是 雷射打到某一个程度 就是痘疤治疗就停滞到某一个程度了 每个医生所使用的雷射 医生所使用的参数会不一样 所以当然会影响雷射的效果 但是例如说我自己 我雷射打得很强 然后我自认为自己打出来的效果 其实是很好的 但是呢 当他打到某一个程度之后 其实他就 停在那边他就不会动了 痘疤治疗真的也有 这样子的问题 好了我们来看这个小女生 这个小女生呢 他在17、18岁的时候 因为长了非常严重的痘痘 然后他就跑来找我们做治疗 他在我们这边 大概前前后 因为是学生嘛 他大概只有寒暑假才能做治疗 然后前前后大概治疗了 大概三四年之久 反正我每年暑假 寒假我一定看到他 我对他印象很深刻 因为他每一次来做就是做UP 然后UP就是打得很痛啊 然后又很重 然后又贴人工皮之类的 然后这个小女生每一次都忍过去 他会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强壮 好 那我们先来看他的这个过程 这张照片呢 是他的树前 他是一个严重的车厢冰枣型痘疤 我可以想象他在还没有做治疗之前 他长痘痘一定是长到整块皮肤 这个树前照片 我觉得是照得不好的 因为这张2D的照片 没有办法去显现出 他在3D之下是多么严重的 我们经过了四次的治疗 然后我也帮他做了一两次的真皮移植 然后你看这个树后的照片 你会发现说 他的这些车厢型痘疤 其实跟他旁边的皮肤 就是已经近乎水平了 那个豆疤他变浅 非常非常多了 大部分的病人会觉得满意啊 这个病人其实也是满意的 那满意 但是没有就是疯狂 就是没有觉得说 哇真的很厉害 那我自己也是觉得说 对他是不错 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没有治疗 就是那个皮肤质地的感觉 那个皮肤质地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那个毛孔 你说他是毛孔也不是 你说他是痘疤也不是 就是那一个皱皱的感觉 好 那个皱皱的感觉 其实我相信我再帮他多打两次UP 他也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皮肤啦 最后一次治疗 我就帮他做了一次狼患肤 直接看狼患肤的疏后效果 这是狼患肤治疗之后大概四个月之后的效果 女孩子回来的时候 因为他已经上了大学了 回来的时候是漂亮的 非常有自信 然后上了一点淡妆 然后我就想说 算了我不要叫他去卸妆 我就直接叫他照了疏后的照片 所以这张照片是有一点点一点点 就有一点点作弊 因为他脸上有一点点的妆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质地的感觉 跟他还没有做蓝患肤之前 他是差非常多的 你说这个质地到底是疤痕还是毛孔 嗯 我觉得是疤痕偏多啦 所以我们做完蓝患肤之后 这个整个质地的感觉 这疤痕的感觉 整个就是变频非常多 如果说今天你打雷射 打到某一个程度之后 然后你觉得雷射有一个瓶颈在 其实所有医生都会遇到 我们就换一个方式治疗 以上是我对痘疤合并 肤质改善的一些小小的见解与看法 喜欢我录这些教育短片的 Like还有Share我的YouTube Channel Bye Bye 吓死了 网上 rév曲 good Paulo 录后